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啾啾 非常感谢小伙伴们 对合金弹头系列内容的支持与喜欢 在前两期的视频中 啾啾详细给大家讲解了主线故事 咱们先快速地回顾一下 摩登将军对正规军的怨恨情绪达到了顶点 他创立了叛军 并发起了第一次现代战争 智慧军则派出了游孙小队执行斩首行动 最后摩登联手了火星人 尝试利用外星科技扭转战局 火星人以协助摩登之名 提供外星科技研发新型武器 实际上则是希望人类以内战消耗兵力 妄图趁机占领地球 但最终人类团结到了一起 共同战胜了火星人 并摧毁了火星之根 2031年因火星之根的损坏 宇宙中更可怕的敌人入侵者蠢蠢欲动 如今已经降临在了地球的某处 准备一举消灭火星人和人类 在这样的情况下 火星人再次找到摩登 请求他帮忙捞起火星之根 摩登将军为了地球的安危 部署挖地机器开展打捞行动 正规军处于对摩登的恐惧 派出尤森小队前往干扰 就在破坏完摩登的大量作战武器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次摩登是为了保护地球而组织的病例 这场误会让尤森小队放下了对摩登的成见 于是下定决心并肩作战 并在最终击败了入侵者 到了2031年的中旬 恐怖组织阿玛迪斯的行动渗透到了网络中 他们研发出了一个叫白硬的AI病毒 并企图将病毒传到全世界 经过一番苦战 尤森小队终于在阿玛迪斯接管通信设施之前 阻止了他们的计划 在尤森小队成功逃离之后 游戏显示了这样一个画面 阿玛迪斯组织的电脑数据成功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或许这是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埋下的一个伏笔 在讲解和金蛋头五代的剧情之前 九九必须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由于五代是紧急上架的作品 因此存在大量的废案与剧情坑 在官方手游《合金蛋头进攻》中 对部分的背景故事进行了补完 所以本期视频将结合手游的设定来讲解 给大家还原一个相对丰富的《合金蛋头五》 同时在搜集到的原设定集中我发现 《合金蛋头五》的关卡剧情被打乱过 在发售之前的关卡顺序应该是34125 因此我将会以正确的顺序来解说这个故事 如果有错落的地方 也请各位小伙伴们多多担待和指正 203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由于知名为邪恶的权化的生物 正在蠢蠢欲动 这是一只由人类情感驱动的怪物 它以人类的负面情感为师 而近几年的战争活动 使得它的成长速度更加的夸张 而现在时机终于到来 它似乎需要一位忠诚的代理人 来执行它的指示 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部落里 边使人们世世代代守护着古代遗迹 在正式发售版本的第一关里 我们可以看到 遗迹内部的雕像和石头上的图案显示 这里的人喜欢头上带三根羽毛的饰品 身上则是喜欢挂着圆形饰品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 故事中的原始人灵感来源于印加人 曾经生活在南美大陆上的印加人 早在新大陆被发现前 就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文明 印加帝国 传说印加帝国有个地方黄金遍地 被称为黄金城 这应该就是遗迹的圆形了 而原始人们守护的古代遗迹中 不单单存在大量的财富 还有着一个叫死亡面具的东西 有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 正奉命挖掘着这个古代遗迹 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 同时这个面具也因为不明的原因 掉落在了原始人村落的某处 一个对此好奇的原始人捡紧了他 戴在了自己的脸上 突然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他获得了超越地球上现有生物的知识和能力 原来这个面具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邪恶的权花用于指示人类的媒介 而这个人也成为了托勒密军的领导者 在合金弹头的手游里 官方也是对他的背景进行了补充 这个失去面具的人叫托勒密战士 托勒密战士接管了那些挖掘古代遗迹的士兵们 并将其发展壮大 成为了一股正规军与叛军都无法忽视的强大势力 也就是后来的托勒密军 随着人员的壮大 托勒密组织的整个构成也是越来越复杂 首先托勒密本人会受到邪恶的权化的直接指示 托勒密的大巫师米拉则是托勒密的女儿 负责托勒密教团的人体实验 而他们的手下还有两个大的分类 一类就是托勒密步兵 步兵队伍由指挥官统一管理 另一类则是托勒密蒙面士兵 在官方手游中成为假面兵 他们的特征便是白色的面具与长袍 很明显 这是一支由宗教信仰持生起来的队伍 因此这些假面兵还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可以在受到致死伤害时复活 并且他们还会根据地位的不同 来穿戴不同颜色的头巾 其中绿色假面兵是最高级别的存在 他们会使用古代武器 而红色假面兵的等级是最低的 他们的信仰度不够 因此不具备死而复生的能力 但红色的假面兵等级是高于步兵指挥官的 同时托勒密还与另一个神秘的教团结盟 由于是手游分支的剧情 我们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如果有对此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就在托勒密逐渐发展壮大时 他们便开始着手准备 为征服世界研发属于自己的武器了 在这个世界上 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战争爆发 正规军意识到 他们必须尽快推进军备项目 完成下一代合金战车的研发 以面对日益升级的冲突 其中就有我们上期提到的 Protogunner的最终形态 Slug Gunner 它是正规军的工程师 结合叛军LV装甲与SV001型战车的成品 在设定级中又名SVR001 拥有机甲和坦克两种形态 并配备一台180毫米的大炮 底部只有维吉尔听了都流泪的二段跳喷气口 同时还具备近战攻击的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合金弹头一代的原设定级中 制作组就设计过这家战车 但因为觉得这样的高科技装甲武器 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而被取消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什么外星人啊丧失危机啊 相比之下这样的战车反而正常多了 就在研发顺利进行时 正规军的研究设备 却受到了不明组织的攻击 一张包含最新研究机密的光盘被盗 这个光盘不单单包含了 合金弹头原型机的设计图 还包含了游孙小队所有的战斗记录 判军部队所有的武器研究与应对方案 换句话说 谁得到了这张光盘的数据 谁就掌握了正规军的所有军事机密 坏消息是 正规军的领导不光停留在了 马克与塔玛的退休申请表上 这时候就盖下了驳回的印章 还真就一念了那句 好用就往死里用啊 不过好消息是 另一边的飞奥与英里 正在调查一个叫托勒密的组织 并追查到了关键的线索 就在托勒密军偷走了 这个军的材料之后 在极短的时间内 研发出了大量的武器与战车 因此大家才会在本作游戏中 看到许多前作没有的战车与武器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在原有的武器基础上 进行了改良与升级 游孙小队调查得知 美国纽约的一座大楼 正被托勒密组织占领 于是他们乘坐着卡车来到了这里 慌张逃跑的普通民众 也说明了其中的问题 游孙小队刚刚进入大楼的停车场 就见到了正在职守的甲门兵 托勒密军迅速响应 开出了通用型装甲应对 一番战斗过后 游孙小队穿过了废弃的停车场 来到了一处充满悬挂式电梯的地方 从背景中也可以知道 这里是托勒密研发武器的工厂 因此他们遇到的战俘 也不是熟悉的老头 而是一群身穿西装的科学家 原来托勒密组织 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研发武器 和他们大量绑架高薪科技人员有关 游孙小队成功地穿过了生产制作室 红色甲门兵建装 命令指挥官与特种部队 迅速调遣了秘密武器Screamer 游孙小队在窗屋边 遇到了这支巨大的战斗机械 Screamer拥有四个巨大的爪子 可以轻松攀爬建筑物 进攻方式除了发射炮弹以外 还可以通过声波破坏建筑物 不过很快被游孙小队给摧毁了 他们继续来到了托勒密的 一个大型沿海基地 这里的兵力明显更加充足 不过令游孙小队欣慰的是 自从上一次任务行动结束之后 他们的老战友伊文兹百太郎 还有其他惊艳丰富的间谍们 已经提前到达了这里 布下了信息网 这也是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 这回军与托勒密军 首次接触时是没有间谍的 而从这里开始 并有熟悉的战俘出现 游孙小队穿越了大桥 乘坐着Slug Mariner潜入了海底 他们打败了许多托勒密的 前车艇与水母 来到了海底的管道中 指挥官与托勒密的各种战车 已经在这里做好了防御部署 而这个场景的设计思路 应该是致敬了经典游戏 蚯蚓战士的海底关卡 从海底通道出来 他们发现这里竟然是一片沙漠 而Slug Mariner巨型前沙舰 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多时 在头部舱口处 有一个明显的托勒密军团的标志 它的火力非常的密集 可以在短时间内 将大量的子弹发射到空中 不过尤森小队最终还是战胜了他 很快尤森小队调查到 托勒密军团的快速壮大 与一处叫火焰走廊的地点 有着莫大的联系 众人迅速前往 而正规军派出的特工 也在这里等候多时 这位力大无穷的特工划着船 运送着尤森小队前往密林的深处 而尤森小队则负责掩护他 用火力压制在密林中 跳出的托勒密士兵 很快他们便进入了传说中的火焰走廊 这里凶险一场 除了杀意旺盛的原住民 还有可怕的虫子 就在尤森小队推进到深处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惨叫声 走近一看 这里竟然布满了尸体 原来这是托勒密军研发的 自动战车黑色猎犬的测试场地 但由于故障 它变成了一个连友军都会杀害的机器 外表还涂上了可怕的涂鸦 看上去就像一只受了诅咒的活物 在战胜了黑色猎犬之后 尤森小队遇见了托勒密军引以为傲的作品 Metal Rear 合金之尾 在官方设定集中的正式一名为合金之源 这是一台以SV001型战车为原型的巨大变体 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不会因为体型巨大而影响灵活性 甚至可以抬起前卒来压毁一切 不过尤森小队还是成功地破坏了它 尤森小队来到了本次任务的第四个行动地点 这次的目标是到达山上的托勒密基地 在这里你将会听到和金弹头系列BGM的巅峰作品 有此小队仿佛孤独的荒野枪手 一次又一次地深入敌影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向川流美的双胞胎姐妹向川元 向川元体弱多病 但是依然在前线进行补给工作 原因和向川流美有很大的关系 回顾一下第一期的内容 向川流美是为了生病的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向川元 才来到战场做补给工作的 而向川元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踏上战场锻炼虚弱的身体 不让刘美担心 同时还可以分担姐妹的补给任务 两姐妹互帮互助的感情 在残酷的战争衬托下更显珍贵 我们继续讲回故事主线 尤森小队进入到了工厂内部 乘坐电梯急速下降 在这里我们会遇到假币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快速而又频繁地攻击尤森小队 但落地就会自动被摧毁 假币机器人有可能是致敬了 1989年机动警察剧场版里的小机器人 他们在动画里与游戏里的形象非常的接近 在废岸中 这些机器人是会在地板上行走的 但不知为何删除了这一动作 尤森小队穿越工厂来到了外部 就在他们准备乘坐飞机离开时 F502 Shooting Ray出现并准备拦截尤森小队 这架飞机的正式一名为F502射击光线 这是托勒米为从事空中作战 专门制造的大型航空母舰 射击原型应该是来自于霍尔腾229轰炸机 它的主要进攻方式就是发射大量的子弹和火球 或者是从尾部发射激光 坚硬的外壳让尤森小队陷入了苦战 但最后还是顺利摧毁了它 值得一提的是 在游戏的废岸中有一个战损飞行的精明图 或许是下一阶段才有的动画 但最后被官方给删除了 尤森小队终于找到了托勒米所在的地点 此刻他正在日本的大阪进行大肆的破坏 托勒米本人乘坐了石龟 在蒙马塔的最高处进行着可怕的仪式 不知道他从哪里获得了苏蒂罗克的宝石 召唤出了一个可以漂浮的石头 在背景中高耸入云的移动堡垒 正是托勒米所在之处 尤森小队快速推进 就在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穿过废弃的地铁 幸运的是地铁里存在着一架正规军秘密研发的武器 Organ Stem 他们一般的战场要高 因此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除了基本的火神机枪以外 还能伸出巨大的铁毛击打敌人 尤森小队终于越来越接近那座高大的移动堡垒了 一个紫色的甲卫兵操作着古代的飞行设备前来阻拦 但依旧阻挡不了尤森小队的进攻 随着托勒米这边不断地检缘 为了让神秘仪式顺利地完成 托勒米的指挥官也自愿作为人肉强 妄图阻止尤森小队的前进 出于对宗教的狂热 他们似乎宁愿失去生命也要让仪式完成 就在尤森小队抵达那栋建筑的脚底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移动建筑的底部竟然是一只巨大的石龟 他们抬头望去 这个可怕的建筑竟然由多个部分组成 脚底的石龟是托勒米在挖掘宝物时发现的古代兵器 中间只有丝头大象机器人 这其实是来源于古老的神话故事 在某些地方的神话故事中有提到 世界是几只大象驼着的一个圆盘 而大象就立在一只巨大的乌龟背上 不过这只巨大的石龟在正式版中并未出现 仅仅只能通过粉丝改版来解锁 游森小队打败了石龟之后被吸入了内部 他们从内部穿越到了中层 见到了四只大象机器人 这些可怕的机械怪物可以发射激光 并由假面兵操控 同时天上还会不断掉落可怕的虫子 历经千辛万苦 游森小队终于见到了托勒米战士 此时的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仪式 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必须展开一场决战 托勒米会召唤石碑与飞弹 这份超能力让游森小队陷入了苦战 最后邪恶的权化出现了 他正是这次托勒米危机的真正策划者 他通过面具指示托勒米完成了这一切 他还可以通过能量球进行攻击 同时还会在远处挥动镰刀 而胸部的骷髅头是他唯一的弱点 最终游森小队还是结束了这一切 不过这位强大的敌人并不是失败了 而是不想和游森小队继续玩下去而离开了 和金蛋头5的故事也就此完结了 就在托勒米危机结束之后 摩登将军却再次与另一个势力结盟 一个叫奥格玛的公司 为叛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与资金 原来这个公司正在与摩登研究着 一个叫阿拉托尔的机器 关于这个机器的研究 是摩登将军还在正规军任职时负责的项目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叛变 而且当时这个神秘的机器 并不能用人类目前的科技所破解 因此在摩登叛变之后 便把这个神秘的机器同步带了出来 想要继续研究 那么这个新的危机又是如何解除的呢 这个叫奥格玛的公司又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从和金蛋头5庞大的世界观 和大量的废案中可以了解到 SNK并不是不想把它做好 而是由于着急发售挽回口碑 删除了一些尚未完成的内容 而这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遗憾 比如曾经玩家们讨论的最频繁的 就是在和金蛋头5的宣传海报中 右下角是有两个新角色的 他们被系列的粉丝称为阿基里斯和塔邦吧 这两位曾经也作为战俘支援过尤存小队 其中阿基里斯还有完整的开枪与梳头发的动画 但最终还是被删除了 这也让和金蛋头看起来像是一个掐头去尾的故事 但不可否认的是 本作中也加入了许多优秀的尝试 比如新增的划铲动作 还有许多未加入游戏正式版的精灵图 另外大家从我的视频一路看下来也应该能感受到 五代也不再像前作一样 总是利用重复的素材 制作组不仅为托勒米军团单独设计了每一架全新的战车 比如通用型装甲 轻型侦察机 萨鲁比亚战车等等等等 同时还加入了全新的场景地图 从第一关的热带雨林到最终关被战火吞噬的地球 我们都能看到制作组满满的诚意 而本作的音乐更是优秀 神作评出 或许制作组也明白 这个世界上有机会超越合金蛋头3的 只有下一代的合金蛋头 但正如每个爆汗儿中的故事一样 就算是多次比赛的运动员也很难超越全盛时期的自己 或许这就是合金蛋头5差的最后一口气吧 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把这些废案备注好并且展示出来 大家可以一边听着经典的音乐一边观看 相信你一定会对残缺的合金蛋头5有更深的了解 收集资料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给啾啾一个免费的三连支持一下 你别忘了关注我哦 毕竟游孙小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呢 下一期视频 我将继续根据合金蛋头整个故事的时间线 跟大家说说奥格玛公司与摩登联手背后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啦 by bwd6 在旁边的时候